欢迎大家收看由DT大数据们工厂推出的大数据IMF传奇行动绝密课程的面试系列 那在这一节课中呢 我们讲另外两个在实际的这个生产环境下非常重要 那同时在我们的开发中也非常重要 同时也非常容易面试到的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Reduce段的OOM 而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有时候一些朋友会遇见这个ShuffleFile,NotFind的这个问题 那无论是Reduce段的OOM 还是大家看见ShuffleFile,NotFind 这问题可能说一般的朋友看见了这些内容之后 往往感觉到无存下手 这个也可以理解 因为你感觉无存下手其实根本原因就是你对它的内部的机制不是太了解 这是根本原因 不是说其他的原因导致的 OK 我们在这一节课中就详细的跟大家说这两个问题 我在这边就不做其他额外的太多的说明 其实我想问一下大家 你觉得如果出现OOM一般是由于什么原因 就是我们从基本简单的角度 最简单的OOM的角度去考虑 你印象中的OOM一般都是由于什么原因呢 内存中对象太多对吧 当然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我们是只谈OOM 数据倾斜有可能会是OOM产生的 内存无法淪落现在的这个活跃的对象 一般都是由于这一点 那如果我们这是第一点了 那第二点是shufflefile, not found 就是说消货文件丢失或者消货文件找不到 从你的直觉的角度考虑 你觉得消货文件找不到一般是有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OK 大家都可以谈一下自己的想法 你也可以很简单的 就认为我现在又在面试你 只不过是我这个面试官还会告诉你答案 我觉得最偷懒的方式可能就是什么都不想 让老师直接告诉你结果 但是这问题是有无群多个的 OK 这边zyb说了有可能是有gc对吧 其实无论说forgc还是minorgc 只要有gc就有可能说 你在map端在做gc的时候我们无法把数据抓过来 对不对 只要说在做gc就有可能 对吧 OK 这stage如果失败是shuffle的文件的丢失啊 OK 我们在这边呢我们就足够去跟大家说明好不好 我们先说明关于这个 oom的问题 然后再说这个shufflefile not found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比较常论也比较经典 所以希望大家务必要好好掌握 啊 好 我这边还是打开我们的文档 如果说我们说shuffle的 如果说我们说shuffle 其實大家一旦談到shuffle 我覺得大家大老中都會有一些直覺的反應 就是 Map 端有一些文件 OK 它按照某種規則可以 Reduce 端 我們這邊說 Reduce 端 OOM 和 Shuffle Fail Not Fun 我們一個一個的來 我們先畫一張簡單的圖吧 這張簡單的圖就表明我們整個消化的過程 大家都知道在整個shuffle的過程中 我把這張圖畫一下 Map 端會有很多任務 Reduce 端也會有很多任務 我覺得這些東西大家肯定都是知道的 shuffle 有很多不同的類型 這種不同類型的核心的區別 這在於 Map 端的這個數據怎麼交給 Reduce 端的數據 OK 好 這邊 這邊 我們這邊說 Shuffle 端有 我們就隨便畫兩個Task Task Task 1 這個是 Map 端的 好 我們畫三個上 有些同學可能感覺兩個太少了 Task 2 Task 3 然後在這個 Reduce 端 我們弄兩個任務 我們弄兩個任務 好 一畫圖我們就立即明白所有的東西 看一下 這個是 Reduce 好 Task Task 1 Task 2 那 我這邊再插入一個形狀 它應該有個疊加的效果 好 好 啊 這個那個網膜框 說明它是 Red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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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是Mapper 從Reduce端的角度去考慮啊 啊 這每個Task一般會生成幾個部分的文件 OK 我這邊說是幾個部分的文件 我可沒有說是幾個文件 因為就是我們在修復的時候 它有不同的修復設立 有哈希的方式啊 排序的方式等等 啊 我這邊就直接說這個文 我直接從文件的角度來說明啊 我們還是把這個放大一點 好 這樣就會清晰很多 嗯 這個中間我加一個Cash層次 馬上再對這個Cash層做說明 好 啊 這邊 它會有 因為我們這邊 Reduce端Task是有兩個 所以 我們這邊文件會有兩個小部分的文件 好 好 1 1 OK File Part 2 File Part 1 File Part 2 File Part 2 File Part 1 Part 2 我沒有說它是第一個文件和第二個文件 我只是說第一部分和第二個部分 好 這個 這個 Mapper端的Task 它會把它的輸出數據 有兩部分 OK 每個Task都有兩部分 是因為我們這邊Reduce Reducer端 有兩部分的數據 有兩個並行的Task 不同的這個Self的策略會說明怎麼分這兩部分 OK 那 然後 這邊一個緩存層 緩存層這個數據 它其實是這樣的 就是 它 它抓到屬於自己的數據 OK 抓到屬於自己的數據 OK 我們都把它弄過來 好 把屬於自己的數據拿過來 好 這個都是Cache上面 然後在這個地方 就把Cache的數據抓過來 OK 那在這裡面 這是Reducer端 Reducer端 這裡面就是業務邏輯 這就是RDD的一系列的操作 對吧 業務邏輯 我這邊就不寫了 從這個地方 說 緩存 加上 業務邏輯 我覺得這個過程大家應該很清楚對吧 這個是我們前面跟大家講過的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再重新梳理一下 就是整個Spark的作業 這每個叫吧 它分成Mapper和Reducer端 當然由於它是鏈式表導師 所以可能有很多Mapper和Reducer 這是天生的 其實你可以看一個很長的鏈條 那個無所謂了 我們只需要看一個Mapper和Reducer 就行了 那這個Mapper端 產生數據 它會分成若干個部分 那分成幾部分 是由這個 Reducer端的並行度去決定的 當然這邊說的分成File Part 1 File Part 2 它也有可能是在一個文件中 例如說這個排序的方式 OK 那就在一個文件 或者說你哈希的方式 但是你採用了這個文件壓鎖的方式 OK 好 這個我們前面在講SparkCode的時候 講得非常非常詳細 然後在這個Reducer端 去獲取具體數據的時候 Reducer的前端有個緩存層 OK 前端有個緩存層 這個緩存層 從不同的Mapper端的這個任務的輸出中 我們不斷地去抓到屬於自己的數據 我說的是不斷地去抓到屬於自己的數據 OK 我覺得這個詞 持續地 持續地去 mapper端的pest 從抓到屬於自己的數據 OK 這個是一個持續的過程 那抓到屬於自己的數據的時候 我們這邊的Reducer端 就從這邊抓到的數據 通過我們的業務邏輯代碼 也就是所謂的transformation 進行級別的操作 對著抓到的數據進行 處理 OK 這個是它的一個整個過程 那這整個過程中 大家想一下 它在哪幾個環節可能會出問題 我已經把這圖畫的很清楚了 我覺得這圖也都很經典 所以 大家要好好掌握 第一個 這個地方是不是一個緩衝 大家想一下 你就對著這個圖思考嗎 我們在mapper端不斷地輸出數據 數據有可能很多 也有可能很少 因為你根據你不同類型的作業 已經作業的不同的階段 因為我們現在是談的mapper和reducer 那 reduce端要運行task reduce端運行task 是不是說要等到這個mapper端的task 將所有的數據都寫到磁盤上去之後 這個reduce端才去向mapper端去抓數據呢 大家想一下是不是這樣 不是的對吧 如果是的 我這個地方 為什麼還說reduce端的task ok 去不斷地抓數據呢 確實 裂心這邊說的是邊shuffle 邊進行處理 這shuffle的過程 其實就是抓數據不斷過來的過程 抓數據中間一個緩存層 這很正常 就像你讀取一個文件 從磁盤上讀取一個文件 一般也會設置一個緩存層 沒有誰灑到一 直接讀直接去處理的這種情況 所以我們不是說等到這個map端 把所有的數據都放在這個filepart1 filepart2 ok 都把你存到磁盤上好 它是你可能存一點 它就去讀取一點 ok 那我們這邊把數據聚合到屬於自己的部分的數據 都放在緩存層 然後後面的這個task 就是reduce端 真正的這個task 這個是data data 我記得把它寫一下 data data ok 這邊是code 這邊也是code 我們說程序就是代碼和數據是吧 那這裡面就有個問題 你一邊抓起 一邊進行reduce這個算折的處理 那我們在這個reduce端 它能夠拉得多數據呢 這是由誰來決定的 就最多能拉 拉得多數據 這是由誰決定的 這個問題就很重要了 有誰啊 有這個緩存層決定的對吧 大家想想是不是這樣 我之所以給你畫這個圖 就是想讓你一目瞭然 你這邊說論到多少數據 這後面是代碼部分 代碼肯定是基於這個緩存層去處理數據的 對吧 OK 今天上課之前 我剛才在休息的時候 我就在想怎麼讓你立即一目瞭然的看到這個東西 所以我想還是先畫一個圖 它是由這個緩存層大小決定的 緩存層的大小一般是有多大 你可以配置 你說96-48-24都ok 緩存層的大小 我說的緩存層的大小是指每個task 緩存層的大小可能是48-96 甚至更大 或者說24-24更小 所以 我們從那個mapper端抓到的數據 先是放進我們的Cache層次 然後才用我們的task去執行 我們抓到的這個數據 對不對 那才用我們task去執行我們抓到的數據 這個reducer端的task 它的堆的大小是多少 就默認情況下 執行級別 20%的空間是吧 這個我寫一下 當然可以調 默認 對 對 大小 為 20% ok 這個cache層次 每個task 有 例如48兆 48兆 的 緩存層 緩存層 這個圖的運行流程是所有的都有緩存 所有的都有緩存 ok 如果說我們這個緩存層的數據很大的話 會不會有問題 ok 一般情況下可能說這邊的數據不是說特別多 就是Mapper端的數據不是特別多 你可能達不到48兆 或者是你配置到96兆 你每次可能找5 每次弄過來 每次計算的時候可能發現是5兆 或者10兆 一般情況下都不會出問題 但是如果說這個Mapper端的數據量特別特別大 然後reduce抓數據到自己的緩存層次的時候 每一次我們可能說都緩存層次都填滿了 例如48兆 如果填滿48兆的話 這個時候再加上你這邊的 就是我們進行reducer的task運行時候的 它分配的一些對象之類的這些代碼 就有可能導致大量的對象創建 大量的對象創建的結果 是什麼呢 OOM 所以我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說大家想想OOM是怎麼產生的 你最直觀的一種感受就是有太多的對象 內存hold不住了 那reducer端就會發生了這個OOM 我們在這張圖中如此清晰的說明了這樣一個過程 那你覺得該怎麼解決 如果說這Mapper端的數據 哇好多 然後都cash 很快就滿了 然後這邊處理創建了太多的對象 佔了太多的內存 如果你是在企業生產環境下 我不太相信你沒有遇到過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幾乎你一定會遇到過 大家想一下怎麼辦 這世界很好解決嗎 對吧 我都已經把流程畫的這麼清楚了 你是不是把這個cash層次減小就行了 對吧 例如說原先是48兆 OK出OM 你把它弄成24兆不就行了嗎 大家想想是不是這樣 這是最簡單最直接的這個解決方案 你是先要讓你的程序跑起來 然後才讓你的程序跑得很快 跑起來這件事情永遠是第一位的 你就跑不起來 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後面的優化是否有效果 我畫了這麼清晰的一個圖 就是希望你能夠一目瞭然 自己就可以看出來 如果說我這個領目開啟反程程式數據態度 加上我們這個task運行的 本身運行的創建對象 它會導致大量的東西 像在我們的內存中 所以會導致OM 那你想改什麼 你不可能說改這個task的業務邏輯代碼 所以你只有改這個緩存的大小了 這跟你平時的想法是不是完全一樣 你平時記得寫一個單機版本的程序 OK 你覺得如果你發現OM 你是調大那個緩存大小 還是調小緩存大小 你現在可能豁然開朗 確實是要調小緩存大小 對吧 確實是要調小緩存大小 所以你以前學的那些知識都是可以論的 只不過是你缺乏一個東西 就是自己獨立思考和群根究底的這樣的一個能力 我看這邊有個問題 reducer程式不是要等 不是啊 這個reducer是一直要計算的 你這個一邊抓數據 他一邊再進行計算 他不會等的 這個reducer程式 reducer的開啟程 相當於它的一個 其實它就是個數據緩存層 也不能說相當於數據緩存層 當然這邊有人可能說增加executor 增加內存 這個事情怎麼說呢 你覺得你以為你想增加executor 就增加executor 你以為你想增加內存就增加內存啊 公司不是你開的是吧 OK 對吧 公司不是你開的 例如說你在BAT工作的時候 你的資源是被嚴格限制的 那否則那還得了 所以我們要先從我們技能的層面去 就是我們知識的層面 在不改變資源的情況下 我們該怎麼去處理 這個時候比較簡單的方式 就是把這個內存 緩存的大小兆48兆 比如說變成24兆 這個拉過來 這個reduce-down 肯定是要進行聚合嘛 聚合之後就進行計算嘛 對吧 計算它是迭代的方式 Iterator的方式 這個大家都知道嘛 大家想想是不是這樣 對吧 我覺得我說的很清楚 排序 我們現在沒有講排序啊 排序 排序 這個我們還沒講48個Cord 是不是 講得非常非常清楚了 我們今天講的這個面是系列的 關於這個OOM的問題 我們可沒有講排序啊 好吧 這個你可以看48個Cord的部分 在48個Cord的部分 我們講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們總結一下 這個東西呢 之所以說要調小這個緩存層 是因為它分配的這個內存有限 如果說你佔了太多的緩存 就導致太多的對象的 對象和數據的產生 這個時候可能會出現OOM 你把緩存層減小 那OOM的症狀就極有可能消失嘛 不過這事情也是有代價的是吧 這個代價是什麼 你這個緩存層次變小了 是不是要向我們Mapper端 拉取數據的次數要變多了 大家想想是不是這樣 瞎發的次數變得更多了 對吧 也就是說它的性能降低了 對吧 不過你覺得你是想到性能降低 跑起來呢 還是根本就跑不起來呢 這個毫無疑問是先讓你的應用程序先跑起來 然後你再慢慢的去調吧 包括你說增加Executor 或者分配更多的內存 對不對 而且你說你要分配更多的內存 或者要更多的Executor 如果你的程序都沒有運行起來 你直接跟你的領導或者老闆說 老闆我要更多的內存 和更多的Executor 你這個不開玩笑嗎 你要拿事實和數據說話 老闆首先第一感覺是不是 你這小子程序寫錯了 是吧 因為你沒跑起來 他第一感覺會感覺你程序寫錯了 所以你要先證明你是對的 然後調優加內存的時候 他可以跑得更快對吧 當然這個是你在公司內部工作的一些事情 我覺得以後有機會的話 你也可以多跟大家說說 不過既然剛才諸位說 加Executor加內存的事情 如果說你的內存充足的話 你想加快速度 你是不是可以調大這個緩存 大家想想是不是這樣 OK 是的對吧 所以我們在講這個OM的時候 順便你也可以推出一個結論 你調大緩存 當然再轉過來 也說Spark確實是很耗內存 這個耗內存不是說一件壞事情 好吧 我們這邊的結論 在這邊寫下 好不好 這個結論 非常清楚 如果發生 如果發生 Reducer 段的OOM 可以 減少 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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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d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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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sk 的 緩存的 大小 例如 存默認的 48兆 降低 到24兆 這樣 讓 程序 可以 從 OOM 崩潰 的狀態 到 可以 運行的 狀態 好 如果 一個 額外的結論 調 調 油 技巧 如果 內存 足夠大 內 存 足夠 大 可以 增加 緩存的 大小 例如 存 48兆 提升 到 96兆 OK 這樣 可以 減少 網絡 傳輸 的 次數 並且 減少 這個 主要是減少網絡傳輸的次數 從而 提高 性能 好 這是一個額外的技巧 好 這個是關於 OOM 我覺得 這個關於我們集團課程的第一點 我已經談得很透徹了 就是 大家有沒有說不太清楚的地方 又長知識了 呵呵 好 那我們現在就解決第二點 shuffle file not found 的這個問題 剛才那個參數怎麼調 這個是不是 又跟大家說一下 這個 覺得說就說完吧 這參數是什麼 其實我也記不清啊 我記得 這邊 I love spark spark reducer max says in flat 是這個參數 當我看見它的時候 我知道是這個參數 這個也是你的一個很重要的能力 無論說做Hidoop 還是做spark 還是做安卓 我根本記不住這個代碼 我記住這個代碼 我天天大佬細胞都死光了 估計啊 因為你太沉重的前行啊 你要理解它背後的機制 然後你看見它的時候 你就 恍若初見 然後你又好像看了 見了很多年一樣 你要有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 會給你帶來一種生命的喜悅 你們是不是聽見很多雜音啊 我現在調整主席模式之後 還有沒有雜音 好啊 希望真有沒有找 還是有 主席模式 好行 那 但是也只能這樣 好 這是第一個問題 我覺得講的很透徹了 當然你要想完全理解這個東西 你必須學習我們前面 Spark 但即使沒有學習 你就不要想什麼Spark了 你就想一個簡單的 一個單機版本的程序嘛 也是這樣一個道理嘛 只不過這邊是分布式的嘛 減少緩存 沒有OM了 你可以 或者說你想搞一個OM 你就搞一個很大的速度嘛 然後你後來你把OM都消失掉 你發現減少數字的大小就行了 好 這是我們這節課跟大家談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這個 shuffleFileNotFind的問題 shuffleFileNotFind 我們還是看這張圖啊 我們reducer端是要向我們的task端去抓數據 他向task端抓數據的時候 他中間要有個層次 或者要有個中間對象 這個中間對象是誰呢 我覺得很多人都應該知道是吧 這中間對象是誰啊 誰告訴我一下 這個是blockManagerMaster對吧 就是driver真的blockManagerMaster 對不對 那我們找driver的時候 因為Mapper端屬於上一個stage了 我們找driver的時候 driver端要把這個數據給我們 他肯定會告訴我們Mapper端 OK在什麼地方 輸出了這個數據 當然這個Mapper端在什麼地方 所以數據肯定有shuffle 這個輸出的管理啊 反正我們前面 講類似的時候講得非常非常清楚啊 那告訴你位置之後 告訴你 告訴完位置之後 那是不是說 你就到這個位置去抓數據啊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這樣 我們看 我們看這張圖啊 reducer端要拿數據 OK 他 從driver端獲取了這個Mapper端 把這個文件 或者這個filepart 放在什麼地方 那就去抓數據了吧 OK 他就抓數據的話 就是會有一個錯誤的情況 我把這個地方寫一下 叫shufflefilenotfund的情況 這個確實是一圖解千仇啊 我在2017年1月1號開始 論英文收課的時候 基本上全是繪圖 基本上全是繪圖 但這個也非常感謝 感謝可汗學院 講數學的時候給他起課 因為他講數學確實很有技巧 他最喜歡畫圖了 他最喜歡畫圖了 當reducer端 根據 driver端 提供的信息 到mapper 從指定的位置去獲取屬於自己的數據的時候 首先會去定位數據所在的文件 這個是他首先要幹的事情 而此時可能發生一個 而此時可能發生 發生 shufflefilenotfund的錯誤 其實這個問題還是比較常見的 我們現場有沒有誰遇到過 現場有沒有誰遇到過 現場有沒有誰遇到過 還會經常比較常見 而且這個錯誤還有一個特殊之處 因為你拿不到文件的話 如果說你找不到這個文件的話 OK 從spark運行原理的角度講 它會重新提交我們的stage 重新進行計算 重新進行計算的時候 有可能你發現它就好了 因為它有重新進行計算 因為它有重新的次數的設置 有可能就又好了 是吧 OK 是這樣 是因為它再次提交的時候 你運氣比較好 什麼叫運氣比較好啦 是因為 你這個叫shufflefilenotfund 這個shufflefilenotfund 一般情況下就是 因為mapper端比較忙 根本沒時間去理會你 所以我們這個 這從文件的角度就要 我們把這個再加一個層次吧 大家獲取數據 這個地方有個block manager 我覺得 我們再 再加一個形狀 block manager OK 它這邊有block manager 當然了 這邊肯定也是有block manager 好不好 實際上 在進行工作的時候 我們都會通過block manager 去尋找我們的數據 我們上一節課 講這個cache 還講checkpoint 其實已經跟大家提了很多次了 我們的reducer端 其實也就是下一個stage 下一個stage 它要到上一個stage 去找自己想要的數據 那極有可能說什麼 就是我們這個mapper端正在幹什麼 正在進行gc對吧 域名想想是不是這樣 你運氣不好嗎 我剛才說這種錯誤很詭異 就是它自己重刺的時候 可能又沒有什麼問題了 或者說你下一次提交的話 又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你不太容易複線 當然不太容易複線 這是正常的 所以它有可能在進行gc 當然也有可能是for gc 反正無論什麼gc 都ok了 所以你可能拉拉 沒拉到 沒拉到然後超死了 超死了 然後就報這個shuffle fail not found 然後重新提交這個stage 或者test 沒有問題 是因為你下次再論的話 你沒有碰到這個gc ok 大家知道shuffle 你可以設置這個shuffle shuffle拿數據 它出現 它出現 就是file shufflefile not found 錯誤 這個錯誤的出現 一般是由於mapper端正在進行gc ok 然後我們去請求數據的時候沒有響應 我覺得主委應該都知道是吧 這個shuffle的輸入 如果說第一次沒有響應的話 沒有拿取到數據 也就是拿取失敗是吧 它會重次幾次是吧 這個存次的配置參數是什麼 誰告訴我一下 因為配置參數有點太長了 我也記不清了 我記得它裡面有maxretries 是吧 shuffle 我根據直接去看這個東西 Spark shuffle shuffle I suppose shuffle maxretries 這個有IO OK IO OK 好 Spark shuffle maxretries 這個一般幾次 未光 就是 你看到這個參數它默認是幾次 我記得是三次是吧 這個是三次 好 這個 I love Spark 也提到Spark shuffle IO 這個是retries wait 就是每一次登幾秒呢 這兩個參數配合一起來 這個是多長時間 五秒鐘是吧 好 每次五秒鐘 所以五秒鐘沒有拿到數據 OK 再來一次 又沒拿到數據 再來一次 三次之後 OK 就shuffle file notofund 就每次它都間隔五秒鐘 嗯 剛才克里昂也說了 就是 你這個前後十五秒鐘 可能一般情況下就是這個 for gc 漫長的for gc 所以我們嘗試去讀數據 重複拿取了三次 十五秒鐘 還沒有拿取的數據就出現了 默認情況下 沈UND 15秒鐘 還沒有拉到 属于自己的数据 就会出现 shuffle failed not found 的错误 OK 这个就是它前前后后的原因是吧 你再结合这张图 OK 我这边想找你要数据哦 那我通过driver 知道我数据在哪里 我开始去找你请求数据 OK5秒钟没有 好 再重置一次又5秒钟没有 再重置一次又5秒钟没有 然后就抛出了一个错误 就这次已经失败了 所以你看这张图 然后再经过我们前前后后的说明 你应该理解的会很清楚了 那怎么解决啊 你说这怎么解决 这很容易嘛 就调整一下我们的max retry 还有这个retry weight 我要告诉大家 这两个参数绝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参数 我个人也强烈建议 至少这个max retry 你可以调大对吧 你从三次可以调整30次 甚至60次 是不是 大家想想 就是 你即使没有这个问题 一般情况下你应该调大对不对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有可能说你后面搞一个机器学习 或者迭代之类的 因为可能说跑第一次迭代第二次迭代都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后面中间某次迭代就出现什么问题了 OK 哦 我建议你可以调整30次 搞了20次了 30次还没弄到数据 这样可以让你程序之后跑起来啊 我把这个拷贝一下 解决 办法是调大 上 书 参数 这边讲是30次 嗯 这个每次存是多少秒呢 我觉得 你也可以设置30秒 因为你第一次一般能够定位到文件但是又拿不到文件数据本 但是一般就是以为你要等待别人那你多等一会儿吗 你不要 就像你要拜访一个人他比较忙 那你就多等一会儿吧 那这个有没有一个极限 这个极限是根据你对这个GC的判断的 一般情况下假设30次30秒 15分钟了 15分钟的GC 如果15分钟还没GC完这个就有问题了 对吧 那无论多么复杂的GC 一般情况下不能说等15分钟 好吧 这就是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 原理 以及解决的方式 我觉得 我已经讲的非常非常清楚和透彻了 总体上讲呢 无论是manage 它是货GC OK 一旦GC呢 一旦GC默认情况下就会导致我们的县程停止工作 当然 包括这个 你进行netty进行信息通信的时候 因为你抓数据嘛 这就是netty通信嘛 那县程也不工作了嘛 县程不工作你还能抓到什么数据啊 抓不到数据对吧 好吧 这个补充一下 情况下当executor进行GC 所有的线程都停止工作 当然 包括进行数据传输的netty 也会停止工作 也会停止工作 所以 所以 就 暂时 无法 获取 数据 哎 我觉得这个地方的说明好像是补充的钱 放在这个地方就说了 好 我们这节课呢 两个部分 一个是reduce版的OM 如何解决 调小 开启的内容 那我们额外得出的一个调油技巧是内存如果足够到硬件足够好的话 有增大这个开启的缓存 这样你可以减少这个网络传出的次数 好 提高性能 那我们这个关于 share for file not find 的内容 这个 往往是因为GC 所以你的max retry 的次数 你可以调整 而且这个retry wait 的这个时间 你也可以调整 有没有非常透彻的理解 今天所讲的内容 这两个问题都极有可能成为面试的问题 当然至于你实际的开发和分散环境也都很有价值 那在我们这个2016年9月1日推出的大数据spark蘑菇云行中 像刚才的这些内容 我们都会通过实力演示的方式去跟大家讲解 而这边是课程的时间带安排 大家如果现在报名的话 只需要5980块钱 转账到我支付保帐号18610086859 或者扫描这个微信二维码都可以 大数据spark蘑菇云行中 是我至少两年以内 就是2016年结束以后的两年以内 所以我最后一次用汉语跟大家讲解spark 最后一次用汉语跟大家讲解spark 毫无疑问的 我肯定会群尽自己所学和所能 把一切的这个技术传授给大家 因为从2017年1月1日开始 我将会认英文在美国进行至少一年的免费的全系列的spark 视频的录制 每隔可能也就一二十分钟 然后初步要录制到有三千个视频了 所以大数据spark蘑菇云行动 反正2017年2018年2017年来 你之前这个是最后一次我们汉语去讲解这方面的内容 我觉得 大家抓住这样的一次机会 2016年9月1日开课 你加入之后 这边有很多前置的这学习视频 越早加入 你就越早获得这视频 抓紧时间 学好这个前置的内容 Graphics 很多东西 其实我都是很想跟大家讲的 很多东西 我都是很想跟大家讲的 不过我觉得我希望大家明白一件事情 这一定是以大家的支持为前提的 因为我相信所有的人一定都明白一件事情 你现在学的 所以无论说我们有多少问题 有多少不足 你学的就是全世界最好的spark课程 而且你获得的价值远远大于你脚车学费了 那如果说没有大家的支持 那我也没必要说 或者说我做很多额外的东西 完全是由于大家的精神鼓舞的一种支持的结果 我相信这样说的话 你应该很明白 我会做什么或者不会做什么 对吧 但无论说什么情况下 我们的这个大数据spark蘑菇云行动 是我用汉语 至少未来两三年的时间用汉语 最后一次跟大家谈spark 所以在大数据spark蘑菇云行动中 我会群尽自己的所学和所难 把这个课程做成绝对的经典 希望越来越多的朋友加入我们大数据spark蘑菇云行动 反正现在报名也很便宜 5980块钱 这个价格绝对是很廉价的一个价格 好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明天我们将会继续讲讲解这个面词系列 在讲解这个过程中 如果说你有时间的话 OK 如果说你有时间的话 我个人强烈建议你去温习一下前面讲的spark蘑菇云行动 同时也可以通过我们这边的淘宝店进行转账 好 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